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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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介绍一下自己 马俊祖 很好听的名字 你多大了 七岁 你手上拿的这是什么 你画的 这上面画的是谁 我 我爸 我妈 那你是送给你爸爸妈妈的了 是不是 我看你脑袋后面是长一个包啊 怎么回事啊 被蚊子冰了 我确实生病了 生病了啊 什么病啊 蚊子冰的包有那么大吗 哦 对 蚊子冰的包没那么大啊 的确 那你知道你得的是什么病吗 朗格汗 朗格汗 这是什么病啊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有心愿要实现是吗 那我们把它说出来好不好 先说心愿 好吗 来 上前一步 说出自己的幸福 心愿 和爸爸妈妈回一趟 东北老家 来来来来 我多久没回家了呀 怎么就哭了嘛 让我 算算 让你算算 你算算 五年 五年 四年 四年 想家啊 不哭不哭不哭 我们先把爸爸妈妈请出来 好吗 来 我们掌声有请爸爸妈妈 来 爸爸妈妈来了 爸爸妈妈来了 来 来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马志强 来自黑楼江省随风河市 大家好 我是孩子的妈妈 天欢 刚刚孩子的心愿是想回一趟老家 是的 是吧 说有四年没回家 对 因为我们是来北京 带孩子来治疗嘛 经常需要住院 所以就是很久没有回家了 孩子是什么病呢 是一种罕念疾病 说起来比较绕口 朗根汗细胞的一种 就是恶性的增生 可以侵吻到就是 类似于骨骼 皮肤 内障 还有中枢系统 那会怎样呢 比如说侵犯到骨骼了 它会导致一些骨质的破坏 如果侵犯到皮肤了 会导致皮肤起一些皮疹 如果侵犯到内脏了 是肝大 皮大 如果侵犯到垂体了 有可能会引起 中枢性尿崩症 这有的治吗 有的治 目前通过不停的 就是住院化疗 还有一些靶相药的治疗 来控制这种体验 什么时候发现它有这个病 我们大概 孩子是两周岁多的时候 就是头部出现了一个包块 然后带它到我们当地医院 也看了 也说是没事 也考虑是脂肪瘤什么的 后来是引起多饮多尿的现象了 然后我们才到北京来看的 最终在首都人所确诊 也就是说第一次知道这个病症的时候 你们还不了解这种病症 到底是什么病 不了解 因为这个发病率比较低 万分之0.02到万分之0.2之间 这个发病率 而且这种疾病呢 是一至三岁的发病率是最高的 我看你现在都成半个专家了 也没有 就是孩子经常生病 经常住院 对这方面要了解一些 孩子的病痛 对你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 对我们影响 因为在老家吧 就是生活也无忧无虑的 日子过得也挺好的 他一生病了 就把我们生活 打乱了 对 你们俩也没法工作了 对因为经常去医院嘛 就没法正常的工作 其实我们也工作 打点零工之类的 钱够用吗 钱肯定是不够用啊 但是钱不够用 日子也得照顾 也得工作啊 那这个老家还有谁啊 老家现在有他大爷大娘 还有他的堂哥 然后还有爷爷奶奶 四年没回家 你想家 也想家 还是说在外面奔走 习惯了 已经慢慢地淡了 其实刚开始来北京的时候 挺不适应的 因为过 习惯了家里的安逸生活了 然后再到这北京 然后变成一个窝居生活 然后还要不停地去跑医院 然后其实经济压力是一方面的 主要是心理压力也是挺大的 主要是遥遥无期的感觉 是的 以前没想着还要去打工 要窝居租个小房子 北京住哪呢 动物环的动物环边通楼了吧 住多大的房子呀 10平米左右吧 就是公寓的一个小房 打什么林工呢 楼下货站 做点林工 还做一些就病友的疾病宣传了 活动了 做一个病友组织嘛 你呢 然后来北京也是一直就照过儿子嘛 你没干活 对 因为大了嘛 要学一些东西 学一些东西 然后想着 现在我可以教一教他嘛 原来在北京 我一直也是上班的 上班也活不了呀 再加上孩子 然后住院也需要费用了 有效果吗治疗 14年7月份的时候 我们其实停药了 那时候是住了23次医院 之后停药了 停药了大概一年 然后又复发了 是累计住院是40几次了 复发的那次让你特绝望吗 停药了之后 就说明病情控制住了 治疗好了 然后又复发了 相当于重新开始治疗 当时心里都肯定是不太好受啊 又觉得生活又回到求医 然后继续反复住院的过程 有点厌倦这种医疗生活 你大老爷们因为孩子的事哭过吗 刚开始确诊的时候 然后哭过 然后躲着他哭啊 也躲大老爷们躲着点 然后后来复发 复发的时候说 还需要重新开始治疗的时候 平时的时候 我还好了 然后主要是 妈妈吧 就是 妈妈哭得多 对对对 尤其是复发以后嘛 对复发以后 其实对我们打击 还是蛮大的 这种病治疗起来会很痛苦吗 是 化疗后会有一些身体反应 比如说发烧了 免疫力比较低了 然后还有的时候还会有 吐的现象 就是萎靡不振的那种感觉 小马同志 这四年你进医院 你哭过吗 告诉叔叔哭过吗 其实他还是蛮听话的 还蛮听话 记得有一次 坐的是腰穿 当时我们大人在外面哭 然后他在里边只是 不像一般孩子 特别就是那种大声的苦闹 然后他就是 趴在那眼泪往下流 但是一点声都不会出 然后我们抱出来的时候 因为他毕竟小嘛 我说你要想哭你就哭嘛 然后刚要哭 后来护士阿姨来了 然后他看见护士阿姨来了 他也觉得自己是个男子汉 然后他把眼泪又憋回去了 憋回去了 当时我觉得孩子真的很坚强 并生在孩子身上 我觉得还不如生在我们身上 觉得孩子真的很不容易 他就那个眼泪在眼块里掉吧 掉吧 他就硬忍着不掉下来 让这个父母心里特别难受 但是呢 有的时候苦难也是一笔财富吧 还好现在治疗的效果 挺好 再有三个多月吧 然后就可以不用再去医院了 然后平时就是复查了 然后再就是再加口服一些 把腔药和一些 控制他那个尿崩症的药就可以了 他是不是经常都是 喊着要回家 对他有个腾蛾嘛 比他大两岁 因为小的时候经常跟他在一起玩嘛 他在这边经常去住院出院的 然后没有玩玩嘛 过年都没回家吗 没有 因为那时候 差一点就在医院过年了 所以就是 就特别害怕突发状况 对对对 所以不敢回家 不敢离开北京 那这次停药了 不复发了就可以回家 对对对 头一次在我们的舞台上 一个孩子 他的心愿是要回家 四位老师对于这个孩子的 幸福心愿的解读是什么呢 我在这儿看着啊 就是他一直在抬头看着他妈妈 就他从头到尾 他没有看过前面的这个摄像头 或者我们 他一直在仰了头看他妈妈 我觉得一定能走出来 还有三个月就结束治疗了嘛 对吧 孩子又能回家了 所以我们在这儿 除了能够给你们祝福之外 我还想送小朋友一个礼物 因为我知道你们现在的情况 可能不一定能够给孩子 去报这种兴趣班 所以我们英老文化 愿意送给你一个小礼物 让你跟喜欢的小朋友一起 换你喜欢的画 希望你永远都能健康幸福 谢谢阿姨 我很欣赏你们全家人讲述 这场突如其来灾难的态度 灾难来了 我们就坦然地去面对 去想办法去解决 没有怨天尤人 这才是一个正常家庭的一个榜样 也希望能祝福到你们 让孩子快点好起来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刚才赵小叶说 可以给他找一家绘画机构 一定要按照他的方式去做 他喜欢画 就让他在绘画的过程当中 来寻找自己的快乐 好吧 好 祝你们幸福 再见